王爷有什么打算吗 让我们回到天启的那把火终于来了 虽然不是萧瑟点燃的 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般的离奇 突然间心生归异 便什么都来找我了 那便归吧 策马扬鞭 直逼天气 这么晚不睡 是在等什么好消息吗 你来了就肯定没有好消息 行 你既然这么说 我现在就走 不给你添堵 开玩笑的 你的好兄弟折服多年 最近似乎有些不安分了 他们这是要回来了 是 但你似乎并不惊讶 我们的对手啊 我们的对手啊 以他们的做事风格 时机到了 也该走到这一步了 不过吸引他们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不知道 白小堂只查到 在那之前 锦炎去过一次将军府 随后将军府便派出了十六名密探 悄悄出城了 那应该是龙丰卷轴 什么是龙丰卷轴 当年八王之乱爆发 各大皇子纷纷闯闯进皇宫 一路杀到了平清殿 他们都在等 即将驾崩的先帝 从里面送出来的龙丰卷轴上面 写着他们的名字 可到最后 只有狼牙王和明德帝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当他们刚要 踏入平清殿的时候 五大剑捧着卷轴出来 那卷轴上写的是明德帝 五大剑捧着而出 却始终不宣 最后 狼牙王上前一步接过卷轴 看了一眼之后 便当即撕毁 随后宣布 皇位传给三皇子萧若解 也就是现在的明德帝 那说明卷轴上写的 并不是萧瑟的父皇 不然为何要撕毁他 是啊 可是当年负责此事的五大剑 都选择了保持沉默 所以 也就没有人再继续追究此事 可是龙丰卷轴 向来有两封 一份由五大剑保管 亦为传圣役 另外一份 则由青天剑保管 亦为成天役 一封卷轴被撕毁之后 另外一封 本该送到青天剑的卷轴 却无故消失了 那五大剑为何要纵容他 只有一种可能 那卷轴上写着 狼牙王书的名字 他撕毁地写着 自己名字的诏书 五大剑根本没办法拦截 但是几年之后 狼牙王军功赫赫民心所向 那封不知所踪的卷轴 却又突然间出现了 即便狼牙王不想当皇帝 在朝中 在军中 甚至在民间 有越来越多的声音 逼着他当皇帝 当年藏起那封卷轴的人 就准备要动手了 掀起兄弟反目 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帝即位 就地的五大剑要去守皇陵 可当时大剑卓轻全是无说 所以他自然是不会甘心的 他从一开始便收起了龙峰卷轴 图谋这政变的那一天 我想当年狼牙王书一案 应该也是他一手挑起的 只是他没有想到 他的卷轴还没来得及亮出来 狼牙王书就死在了法场之上 而他也在一个月后 死在了皇陵